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看到一則新聞說 有一個醫學博士11天內捐贈5次 竟然捐到第5次就撤死了 看看發生這件什麼事 這件事根據網易新聞報道 2001年這個叫鄭剛的教授 以優秀畢業生的身份分配到湖北省的一間醫院 在醫院做事盡心盡力 7年時間升到主診醫生 在醫院工作期間鄭剛同同事互有好感 兩個人墮入愛河第二年拿證 步入婚姻殿堂 可以說愛情事業相丰收 成為父母驕傲 去到2008年 又成功考上華中科技大學外科碩士研究生 他是有繼續留在學校讀博士學位 2010年武漢市號召優秀的男性 積極捐獻精子 鄭剛就知道了 嘩這個技術造福人類 自己的精子一定很優秀 就馬上報名參加志願者的篩選 為了確保精子的品質 精子庫對於報名的志願者 或者有上萬個的 在這上萬個志願者裏面 還要再進行一個更加嚴格的篩查 那鄭剛呢 終於啦 去到2011年 就通過了 志願者的最終審核 去到捐獻中心就簽了一個 捐贈知情同意書之後就正式去捐贈 依照大陸的法規 原來一個男人一生人只能夠捐贈一次 而且最多只能夠是令到5個 受捐的女性懷孕 但是在11日的時間裏面 鄭剛就5次去到湖北省人類精子庫 進行精子捐獻 那到底又是些什麼的一回事呢? 原來是為了保證 精子庫採集的精子品質 精子庫通常會在短時間之內 進行多次的精液採集 沒想到啦 就在鄭剛34歲的第5次 即是最後一次去到精子庫進行捐獻時 竟然就以外撤死在捐贈室裏面 當時他是瞳孔放大 但是無呼吸、無脈搏、無心跳 做任何的急救措施都救不回他 然後啦 他的爸爸就接到學校的電話 當時大受打擊 他怎樣都是不信自己個小兒子 這樣就去了 那悲痛之餘他就問啦 到底兒子怎死的呢? 那去到這個時候我才知道原來鄭剛 十一日之內就捐贈5次 在第5次捐贈裏面就撤死了啦 那學校出於人道主義啦 就賠償回給鄭家88,000的 但是啦 他的爸爸認為精子庫的生殖中心 有一個不能夠推卸的責任 於是乎將這個中心 告上法庭索賠400萬人民幣 那報道說緊啦 他的爸爸準備了幾大箱的資料 洗了30萬打官司 在法庭裡哭到暈了 但是經過法院的審理 認為鄭剛的撤死是屬於意外 和他講道生殖中心徵子庫裏面各項措施 是達到國家規定的標準 所以是無任何責任 最後啦 生殖中心就賠償回給家屬19萬 那他爸爸對這個判決五福 於是又提起上訴 但是可惜是被上級法院駁回和維持原判的 十一日之內捐5次徵 那其實鄭剛即是死者 都還算是年輕人 應該不會去到這麼虛弱吧 還有身體應該不會有什麼暗病 因為他只是做一個高質量的篩查 都已經是用了整年時間 用了整年時間身體有暗病 難道他查不出嗎 所以這件事都真是幾奇怪 而他爸爸索償400萬 我估計他這條數點出來 他算了鄭剛做到退休為止 人工有幾多 照計回一共400萬 我估計他這條數應該是這樣出來 那當然啦 件事都有可能是意外的 因為有時俗人的事講不完的 幾時收工就幾時收工的了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邊劉國賢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拜拜